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0月12日 美国大选到现在很多人都在期待 但是根据目前网上发布的各种消息 有赞成拜登的有赞成川普的 这都是大家的希望 但是在计票方面 验票方面 到现在还没有最后的一个着陆 今天看到自由时报的一篇文章 讲到拜登说拿下了宾州吗 五州还没有开完票 民调网说没官宣 没有官方的统一的说法 我觉得这篇文章还是比较重要 说多家媒体都声称总统大学 说宾州已经胜负了 宾夕法尼亚 这个宾州结果已经定了 但实际上并没有定 有一个民调网站叫真清晰政治 写字 到现在整个得票数 只不过是川普落后 拜登领先而已 领先也没有达到270张 冷然目前是一种这个焦躁状态 所以说现在你如果说是拜登就是成为总统了 这个实在是有点太早了一些 这个多家媒体这个宣称这些报道 往往都是带有一定的这个两个党的这个一些人的派系色彩 那拥护这个川普的当然希望是川普当选啊 就包括本人在内 拥护川普的那肯定是对一些拥护就拜登的 肯定对一些有关拜登的一些消息 获胜的消息就感兴趣 至于说这个拜登准备什么团队啊 这个事情 网上现在也在议论这个事情 但是我看好像从川普的角度来讲啊 还是信心是非常满的 那么另一篇文章讲到说是拜登筹备新政府 说川普呢却编制新预算 还要继续制这个 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现在变成了这个两个核心来的 但是基本上还是川普在执政 就算是还剩下这八九十天 但是你不要忘记了 他冷然是总统啊 你就从昨天阿灵顿就公布 这个搞这个活动就可以看出 这个川普在哪里做 拜登在哪里做 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是不是啊 所以先不要就是说高兴的这个太早啊 这个我们知道就2020总统大选 这个拜登是周二公布了过渡时期的 工作机构的成员名单 那肯定他手下有一批哥们兄弟都着急了 他如果上去的话 下面的人都可以整个馆当着 找工作干一干 收入比较稳定的 虽然不是很多 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但是不要把这个想法强加于别人 看到有很多这个海外的一些各级的朋友们 有的情绪很激烈啊 这个有的反对川普 就是你要是拥护川普 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有的拥护拜登的就是你怎么样怎么样 互相之间是言辞啊 好像有点觉得失去这个理智啊 这个是心情是可以理解 但是啊 搂住啊 等一等 还要等看一看 因为程序还没走完 昨天我在这个节目当中 讲得非常清楚啊 肯定这个时间段 你要到了那个时间段 最后法院也判 这个各州能够认定 选举人票也出来了 最后宣誓就职 就职前啊 我滚那时候才能说随死总统 何况现在这个情况特别的复杂啊 你看这篇文章 这是另一篇文章啊 他讲到说是 这个上周六 说在获得宾夕法尼亚州的20张 选举人票之后 拜登的总数超过入主 白宫所需的27票 270票的门槛 这是一种 就未定以前的这个消息了啊 他说是 说拜登马上就发表这个就职演说了 其实他这个太早了一些 不合规矩啊 因为有争议 你不要抢些 我估计正因为他心里 信心并不那么足 好不容易搞这么这么多的票啊 赶快抓住这个机会 想搞成基层事实 就或者说说不定是 真正是这个民主党作弊 他心里也知道啊 赶快抢出了 抢机会 就像中共这个习近平 到现在为此迟迟的 不表态啊 为什么 心里这个像胆涂涂的啊 就说不定那些造假的票 和这个中共有关系呢 这当然很难讲啊 所以说他在那观望看一看 这兄弟们在那个做这个事儿 到底能不能在民主法治的这个美国大行祈祷啊 你心里不脱底啊 这都很难说 这些政治人物啊 不过这篇文章当中讲的情况的确是存在 也就是拜登 当时宣告自己胜利了 接着呢 就在这个叫政权交接网站上 美国是很开放的 什么网都有啊 你愿意搞就搞一个网 你愿意起什么名 起什么名 是不是 只要是你合法就可以 他自己在政权交接网上 公布了约500人的过渡机构 工作成员名单 你想有500个人急的受不了了 有的都是找不到工作的 美国有很多人这个 这个都想找好的工作找不到啊 可能是这个跟着这个拜登在后边忽悠 总算忽悠上去了 如果他上去了 是不是马上房贷就有了 这很简单的事儿 所以这些人着急啊 并在特朗华州举协举办了既得招待会 说我们进展顺利 现任政府无论如何 以何种形式不承认我们的胜利 都不会改变局势 也不会改变我们所力所能做的事儿 反正你随便去讲 还是川普是老大 川普不是昨天已经把 前天把这个国防部长换了吗 现在都换了新人了 而且给你换上反恐专家 从阿富汗给部队再给你撤回来 撤回来干嘛 撤回了个针对新的敌人 是不是 自随 你就知道为什么吸引人也不敢置身 你只身不火上交友啊 要打仗的话 你能打过人家 中国只要一开战 我跟你讲吧 五大军区就变成五个军头了 就习近平那个胆 谁能听他的 你看那新型观众病都出来 说习近平吓得 二十多天都不找面 好不用在北京见面 我记得好像是二十号 戴个大口罩 他戴口罩的时候 人家川普根本口罩都理都不理 你就可以看着谁怕 是不是 谁能打仗 能打什么仗 是不是 还打仗 就给耿彪干了三年 小秘书 这个新型观众病毒都治理不了 小租上也不要了 让一个冻给老大妈去 这个 去给自己这个开屁股啊 对不对 你做事看人啊 你看着做的事 别听他催 就像有一些什么 在那讲民主法治的 整天在讲这个人生哲理的 你看他 自从他来到海外做那些事 是不是 有些有些事情都不要讲那么透啊 点到为止了 是不是 所以说 这只是拜登这一方面的 他搞这么网站 宣称 而且搞了一个声明啊 他说他这个工作组的成员 其中许多人在政府部门 拥有丰富的经验 那当然我承认 也不是都找不到工作 有的时候 还在政府部门做得不错啊 这有些人的确是新上来的 那么这些人 说是将会见前政府官员 和追踪这些机构的专家 以及来自劳工组织 智库 行业协会 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官员 按照正常程序 当然是这样的 如果没有争议 如果当时这个没有作弊的问题啊 也没有点票出错的问题 那当然了 川普肯定就要交班了哈 但是现在人家提出证据来了 我看这个 这个川普竞选学团队啊 还有这个律师朱利安尼 提出是好像这个宣誓 要提供证据的人 那都是素以前计的 那证明还是有问题 对不对 人敢一宣誓 敢到法庭上 是不是 那还证明要应当自由 几个让人讲话 这结局怎么样 那另外一回事 这篇文章讲到说 拜登的这个竞选 法律顾问 叫鲍尔 对福克斯 也就对新闻 新闻媒体表示 说毫无疑问 我们走哪条路 我们都非常迅速 非常果断的 全面过渡 让当选总统拜登 完全准备好就职 他人准备好就职 说不定到那天 川普又获胜了 逆转了 那你马上就 头就打了下来了 是吧 牛什么牛 还在未定呢 是华盛顿邮报 引述 这个多名政府官员的报道说 准备继续执政的川普 以指示 白宫预算办公室 要求各邦联机构 为下一个财政年度 准备预算 你看 川普安不就班 明年要预算 中国搞的什么 十四五计划 是吧 一党之身 你就玩吧 反正谁夺不了你的权 除非有那些政编 是不是 美国不一样 美国要搞 第二年的财政预算 并禁止各个部门 与拜登的过渡团队合作 川普也计 川普也学习近平了 习近平搞习核心 川普是搞川核心 不要理他 继续搞明年的预算 把那个米勒 都给他调上来 不行不行就干 是不是 东北话讲 不行就干 川普这个人是很了不得的 绝对是强势领导人 而且特别有信心 你想上来以后 这个通俄门弹劾 最后不是失败了吗 你再看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齐一瓶带上大口罩来 人家川普得了病毒 三天就好了 是不是 你看现在哪想得了病毒的 我看活蹦乱跳 比我身体都好 是不是 我在刚六十岁 他你看七十多岁 老人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吹什么吹 是不是 是罗斯马拉出六一六 一六就看出你本事多少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文章写的是非常好 白宫说通常在二月份发布新财年的预算 说是拜登如果2021年1月20号宣布就职 不要忘了前面下个如果 如果的是少 不可靠 对不对 说新预算应由拜登政府向国为提出 川普推进预算案的决定是很多官员感到惊讶 当然官员惊讶 因为今天不正常 要没有造假没有舞弊的话 那不早交接了 对不对 随便把这个圈不放 是不是 川普又不拿钱 白白的给政府工作 做公务员 这不学了一封是学什么 是吧 川普有好多事都学中午 你看 学了一封 做好事 是不是 又学习近平 你搞习何心 我搞篡何心 现在就不是篡何心吗 是不是 你靠张有霞 我靠这个新的国防部长 激起助理们 对不对 特朗普政府目前制定的预算 将从2021年10月1号到209月30号的联邦政府支出 当被问及新财政预算程序 似乎按计划进行事 白宫预算办公室发言怎么说的 当然 当然 就绝对是信心满满 通过这个事情 本人认为 川普这个翻盘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尽管就翻盘咱们说心里话 就说也有可能没有翻盘 但是这事情都是这样 你农历一把 成不成功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你农历这个过程是非常伟大和悲壮的 也就是你和共产党战斗这个过程 那非常伟大 至于说你失败了 关到牢里就无所谓 出来再干 对不对 出来如果你觉得自己累了 累了就流亡海外 对不对 休一休一休 就像画油那的都很勇敢 了不起 我很佩服那年轻人 你想在国内那严酷的环境下 作为一个画家 你想客串到记者 现在又客串成了 成了这个自己创造一个党啊 大众党啊 这个虽然跟随这么两个人 但不要忘了 在一个巨变的时代 像这些年轻人 我认为都有可能成为 未来的中国领导人 你不要看现在贫穷 是不是啊 势单力薄的 但人的精神伟大 你敢于和这个中共集权统治叫号 有几个催什么催 是不是啊 我看有一些人还瞧不起人家 人家指责人家指责卖啊 你和人根本不是一个党次 第一 人家是多大年龄 你多大年龄 是不是啊 第二 人家没拿共产党的钱 是不是啊 有些人拿的黑钱太多了 装什么装啊 是不是啊 别催 你看这些 这个整个这个 美国的局势 本身还是充满了这个信心 但愿啊 川普能够就是 这个逆转 逆转以后啊 就是 推动中国的这个转型啊 转型需要美国的知识 强有力 强有力的知识 所以这个 昨天我在这个节目当中不讲了吗 就话用讲的好啊 这个 天下苦共主义 你想共产党 霍霍中国人民 霍霍多少年 你想 霍霍到现在 搞出一个新型观众病毒 蔓延全世界 人人憎恶 人人恨 所以 这个是一个大变局的时代 不要失望啊 也不要在意别人的一些非议啊 勇敢的往前走 不要回头啊 前面就是什么 就是真正的中国文 是不是啊 所以今天看到网络的消息 关于就是川普和拜登这事情 这个还没有最后的结论呢 这个还需要时间 为什么 就成法律就是这样 不要着急 要有公平和正义啊 我相信呢 正义肯定战性邪恶 那今天的海外七餐节目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藏 谢谢大家